美国纽约时报对李克强去世的报导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心脏病突发 以周五早些时候去世 享年68岁 李克强在习近平的阴影下度过了十年 习近平将他从总理通常的决策中挤出 中国民众对他的去世表示震惊 过去十年期间 习近平在广泛的政治问题上把李先生挤到了一边 中国网民在微博上对李克强的死讯表示震惊 一位评论者写道 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齐进写道 这太令人震惊了 他声表哀悼 在中国领导人的事实被视为政治敏感话题 有可能引发动乱 现在还不知道习近平和共产党将如何处理李克强的去世 习近平应该会谨慎处理哀悼事宜 包括官方辅告和党对李克强的贫固 人民质疑李克强之死的部分原因是 他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沮丧和抑郁 还是对国家的发展感到沮丧和抑郁 就像1989年11一样 这绝对是一突发事件 领导臣将密切观察住 人们是否试图借此机会给他们制造麻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新垠ым